亲爱的观众朋友,有关农业生产典范,今天我们来到统内省永久县笑脸乡,达到新提高农顺标准的偏远之乡。 在这里,农主的黄太太先生,家里有七公寝宽的橡胶园,三年来确保家人和一些工人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笑脸乡共有1300户集中少数民主委,69户黄太太先生是集中之一,他们家因为大胆地更换弄作物并带来经济高效而有名。 我们在中山椒三年了,面积位置工程,安装了水管,浄水系统,每9个月收货,每工程35到40吨,有时候打到50吨。 先交价格,根据市场上上下下的。 市场是农民决定转换弄作物的因素之一。 农业科技发展产量增加,农业经济发展让笑脸笑顺利地在2019年达成新标准的新农村目标。 许多家庭经济发展良好,集中有黄太太先生一家。 从2010年,本县开始改装安全的城址,黄太太先生家率先开展。 那时,城址加高,2万5到3万1公斤。 两年后就有收货,每年每工程,他们收货50到70吨。 这一两年来,城址加高,上下不稳,平均第二年以上的国员收入为5到7亿元吨。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家多住了土地来种植相交, 因为一边种植,一边学习技术,所以收入还不高。 而且,从三年来,城址加高不稳定,但每年收入两到3亿元吨。 因为一边中植,一边学习技术,所以经济效果不高。 三年后,他们加到城址加高,它分享交水, 预防病害虫和施肥等方法。 粉病 hay粉病预防,因为中两三年后,病害虫很多,要即使预防。 不然,植子会变化,影响国事的外卖。 接着,需要定期设法。 小的,就用小的,已经结果了,就得是三百科。 有机工警官的总值面积, 黄太太先生总会创造便利条件, 让家里人合约10名工人,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为了确保汉基用的水源, 他一边的专情,一边从比较远的河里拉水管。 再说,这里还没有国家的电线, 一切都要用油发电器。 邓文杜先生在这里工作两年了, 收入稳定,每天的工作是 剪输业,是非和喷药水。 我在这里工作两年了,收入稳定, 每天的工作就是去剪那些 变化的输业,是非和喷药水, 没有别的。 剪输业,剪输业,是非和喷药水。 以前这里中城市经济收入高, 但因为价格长期差跌, 所以他们就改中再配相交。 价格两三万一公斤, 但这几年只有六七千, 没有利润, 以前河内没有城市, 现在有很多, 好的城市只卖一万一, 种城市很辛苦, 需要很多劳动力, 种香蕉,每天就要叫水, 地天不叫不会影响, 但第二天, 叶子就枯毁了。 种什么有利润, 我们就种了。 有投资, 认真, 就有赚。 为了方便的浇水, 瓶药, 瓦, 是非, 他们家安装了自动浇水系统, 还安装了收货运输线, 让香蕉不受损, 因为雨季泥土很滑, 再配香蕉价格好的, 收入就蛮高, 但很容易遇到叠加, 价格上上下下, 难以预料。 香蕉价格按照市场, 去年达到一万五到一万七, 但现在只有五千两百, 有时只有四千七, 上涨到八千, 然后再下跌为五千二, 很难预料。 二月份价格较高, 很多人就要这个时候收货, 共过于久, 上人就讨价太狠了。 尽管如此, 他也不敢多希望, 只希望地方政府给农民 拉好电线, 提高他们的工作条件。 是农民, 我们希望价格平稳, 但消费市场是中国, 我们国内用不完, 所以他们买不买, 我们没办法, 但我们希望这里有电线, 不然用发电器, 费用很高, 就更难了。 从乡中心到乡轿田园 大概十公里, 在灰尘乱飞的泥土路上, 有一半电线已经拉好了, 他们在这里还没有电, 所以要用发电器, 浇水和喷药, 拥有国家电网, 是当地区民农民们的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